中四谷中终于走了十分钟 拖着这样大箱行李还有一些袋子 来到我们今天要住宿的兰水清日 在这边就是卫浴的地方共用的 动物园的概念到处可以看到动物的图片 还有模型 一种温馨高雅路线 我调到冷气可以运作了 然后很特别的是它这边有一次性的毛巾 没有用过等一下可以用用看 然后有提供卫生纸、大浴巾跟室内拖鞋 门后面藏了一个很不错的镜子 那个镜面很特别的 暗黑暗黑的 可是在摄影机照出来还蛮清楚的 然后有个假的窗户 公公在这里洗了热水澡蛮舒服的 很干净然后热水充足 但是洗的时候还是会有一阵子 凉风吹进来 我大体上是蛮不错的很干净 不可怕全部都不公平 不可怕 好有趣喔 它是像回转寿司一样把盘子给收进去 慢慢的收进去 冷冷的风喔 但是冷冷中又再冷一点很舒服的感觉 假设你穿的够暖 好看 基本上这是间蛮舒服的 旅馆它的浴室、厕所都还有放音乐 跟那个绿藤青旅一样的老板 然后我觉得是蛮有质感的 一个晚上大概一千块 或者一千多块 但是就是它的整个房间的那个 布置公共区域的质感都很好 好看 啊 好看 你看 感谢观看